配对角开窗确保通风 用餐前正确洗手 用餐期间不交谈 教员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营养师黄爱玲 一生就减一次肥 是我最近的在版得奖好书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 一个成功不富胖的减重计划 除了减重减脂肪 还要能减去你的内脏脂肪 更重要的是 让你的身体回复健康 青春和活力 有关一生就减一次肥的 新书相关资讯 请拨打 02-2388-8282 2388-8282 小神啊 怎么愁眉苦脸的 报告经理 熬夜加班没运动 又应酬大鱼大肉 健康检查发现脂肪肝 养出健康的肝 工作才能回肝了 我都吃德国原装进口的 利加龙保肝胶囊 由植物萃取水飞激素 可以改善脂肪肝 肝功能检查正常化 保护 修护 再活化 三校合一 一次到位 护肝推荐 德国利加龙 卫步要出自第027960号 北市卫要广字号地 11111 0056号 好事集水果报 莲雾片 你有听过 南风那头 莲雾就地 这句谚语吗 这是在说 屏东靠近海边的地方 有南风的吹拂 莲雾的风味 会特别甘甜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回顾莲雾历史 一开始是荷兰人 从印尼带来台湾 不过因为果实较酸 又容易有病虫害 所以不受到欢迎 直到后来 农民发现 莲雾是一种特别的水果 不像其他植物 需要肥沫土壤 以及淡水灌溉 反而在屏东 林边 加东 大鹏湾 这些过去因为养殖余液 造成海水倒灌 土壤年 盐分又高的地方 出产的莲雾 甜度更高 色泽又黑又亮 特别好吃 现在正是好无事急的 大鹏湾黑珍珠莲雾 盛产的季节 喜欢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好物只卖好水果 立即上好物事急 货波02-2362-1968 定期定额 第一品牌 统一投信 科技基金净职王 统一奔腾基金 成立以来 报酬率12倍奉还的好基金 是您的台股神队友 买对基金 投资超给力 申购在想零手续费优惠 快上网搜寻 统一投信 统一奔腾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 公开说明书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欢迎收听 财经一路发 也祝大家投资都能够发发发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叶芷娟 晚上的六点半的这个时间 我心里想要来跟大家 讨论一个主题 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国民ETF0056正式调整成分 股虫盘后要开始来做一些调整了 那我们都知道说0056 它是一个存股族 非常非常热爱的一个标的 那现在调成了 这个从30档的成分股 调成了50档的成分股之后 有哪些影响呢 今天现场呢 我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 金周刊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 谢傅旭 哈喽欢迎傅旭 梓绝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最直接的问题 直接来挑战一下 说真的啦 它30档变到50档 增加多少减缺哪些档 这些个股标的存分股虫 你相信大家听众朋友 在网络上查一查都会看得到 但现在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那这样子调一调之后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配息的数字啊 这应该是大家最关键的事情啊 一定会的 大家这么想 本来是30档嘛 对 增加到50档 那30档它本来挑选的方法是 台湾市值前150大当中 预估明年配息最好的 前面30档 假设说它本来是 那个殖利率批说 5%以上就可以入选了 对对 假设是30档的时代 扩大之后 它可能变成4.5%以上就可以 就可以选上了 所以像除一除很显见 一定会少 一定会少的 一定会少的 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问题 它档数增加 所以它的殖利率的标准 那个那个差点就会下降 所以我自己估计 这个0056今年配2块1 那今年大部分的公司的获利 又比较不好 因为今年景色不好 那明年可能也会不怎么好 那又受到那个获利不好的影响 又受到成分股增加 增加的影响 它要求的殖利率 不是要求 殖利率一定会更降低 所以我估计它明年 应该能够配个1块6就不错了 1块6到1块1 1块8 1块6 打个8折差不多 但是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因为即使配1块6 你除以现在25块 也还可以 5点多 还可以 其实我觉得 那个投资朋友 各位听众 我们在挑选 这个所谓的高值利率 的股票 我们当然不是说希望越高越好 绝对不要有那个迷思 我自己很喜欢高股息 但是太高的我会很害怕 譬如说高到8%以上的 那种我就通常不太碰 真的吗 对 你知道吗 其实台湾你假如把每年的 那个现金值利率 做一个排行 常常就有那种 10几20%的都有 然后 一次性的那种当然不行 对因为它常常就是可能是一次性的业外 是 这种当然不行 没错 卖土地啦 卖股票啦 之类的 或者是 不是一次性业外 它是更吊诡的 可能是 这个产业处在很特殊的景气的阶段 突然 大缺货 或是 它的同业某个产爆炸 之类的 但是这个好 也是一时性的 可能它会持续比较久 持续个半年一年 但是它不会每年都这样 它可能因为 那一年它特别好 那现在一年就又会被打回原型 那叫特别好 你假如说它是刚好是 那个市值前150大被0056刚好选上 那就是发生今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就选了中刚 台泥 譬如说阳明 最近刚地主的 万海 这些的 所以那种特别高的 我们都也要小心 所以它现在这样0056 现在从30党成分国变到50党 其实有一种说法也是说 因为如果它再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 因为0056的base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如果它再不去做调整的话 可能基金公司可以 其他的主动型基金 还没有办法再买0056成分国标点 这其实也是一种考量 可是当然如果像刚刚你所说 如果明年它的配息预期 可能会降低的情况之下 那你对于这些0056的爱好者 或者是想要继续存的人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它的那个优缺点 或者说到底什么都是要小心 还能存吗 直接这样问好了 我觉得它这是调整之后 当然改善了以前一些缺点 比如说它把那种景气循环 颇痛很大的比如说台泥 中刚 阳明 中虹 把它剔除了 然后也纳入了更多的股票 让这个产业更多元 那股票更多 更分散 但是它的基本的选股逻辑还是没变 对因为0056选股逻辑 就是从刚刚您也有讲 上市前150个市值的股票当中 预期 重点是预期 是预期明年的配息 不是拿历史数据 是预期 对 你说这个选股 可是这个它十几年来 都是这个逻辑 你假如说在我们那个成平时期 就是说我们那个景气循环 是在比如说 在没有发生新冠疫情之前 这种正常的波动 这样的选股方法 其实也还OK 还不错 也还可以 但是你只要遇到这种超级的循环 像这种 那种你说航运股 你看长龙 那个一下万海 一年可以EPS 本来都是 都是赚 那个零点多 一点 一两块 那突然变成六七十块 那个是 百年难得一两件 那你说 这个航运股 未来可能几年就要 开始要低迷个八九年 那你说他现在还有你知道吗 这次调整他把阳明剔除 长龙没有剔除 长龙还是在里面 长龙还有四万四千多张 占比四趴 为什么没有剔除 很简单 因为长龙今年还是大赚 所以预期长龙明年的殖利率 还是会非常的好 他符合他的选股逻辑 他符合 他那套 你可以说是人工智慧好了 电脑的选股逻辑 但是长龙 明年可能会遇到大问题 你假如说他的EPS 比如说 比较今年说八十块好了 那明年变十块钱 那假如预期 那个后年变成五块钱 那怎么办 股价要怎么办 可是其实我常常有的时候 对于这种高股式ETF 我自己啦 我自己会有一种想法 我会觉得说 他只要有答应 他只要有做到 他答应我的事情 原则上我觉得 我会认为他就合格了 比如说他答应我要给我五趴 那他有给我五趴 我原则上就会认为他合格了 至于那个股价波动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我就不会太计较了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自己也有投资0056 但是我基本上 是把它做成一个辅助 什么意思 我通常都是 譬如说0056通常都是在 11月还是10月除息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会在他除息的前一个月 我就会开始关注他 不是买他 关注他 其实我对0056是 操作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我都 因为是怎样 我们台湾的除悬期的旺季 是落在7月到9月 大部分股票都要这个时间除息 然后在10月11月12月除息的很少 大概大部分都是ETF 那0056是代表性 那通常我会把 譬如说我在 譬如说 那个7月除息 10月填息了 我会想说 假如我做这个填息的股票 也是比较踢波动的 那我可能会考虑说 0056快要除息了 那我再把它卖掉 转买0056 做二次配息 所以0056是我的一个 你知道吗 一个配角 那我建议 我们做高股息 不要学0056 0056的问题 即使它今天扩大成50档 它还是有很大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电子股太高 电子股比例还是80%以上 还是太高 那我喜欢的一个高配息组合 是电子 传产 金融 甚至我里面还 债券跌下来之后 我又再加上一个 债券ETF 做四种的这样的平均搭配 因为他们常常会产生 自然避险 你知道吗 你看今年股市大跌 其实跌的重心是在电子股 电子股跌的鼻青年总 但是传产股其实很抗跌 有些甚至还涨 像我最近手上 还不小心逮到一档飙涨的 传产股叫做森达 那已经买很久了 还有你说手上的樱花什么的 传产股 也没 远东新 根本没什么跌 还涨 那搞不好我在猜明年 我换到这些股票表现不好 那我手上的电子股表现好 那你这样 我这样做十几年下来 连化报酬率也大概都有 那个15到20%之间 比0056好多了 0056是我 你假如会做这样比较 平衡的搭配 自然避险的搭配 你绝对比这种电脑 选的方式要好 我觉得电脑是很厉害 没错 但是有时候这种东西 人脑绝对不会输电脑 可是傅学问你刚刚还是讲到的是 存个股 其实存个股你要挑 比如说 如果是爱存个股的 如果他爱存的是金融股的 今年也是很伤 所以存个股 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或是风险在 那常常有时候大家会好奇说 我直接从0056成分股当中 来挑可心吗 下一段节目现场回到现场 再跟大家讨论 你刚刚直接就说 那个0056不料 那当然啊 同样现在也很夯的878勒 这个是不是摆问题 878 一定会问的 878是你是指国泰那个 对对对 国泰有指高股息 你有特别对他有什么想法吗 他就我就觉得 他比0056好啊 他真的假的 不是因为他比较便宜吗 16块多 对 他也跌的比较少啦 可是对啊 就是 你会觉得 高股息ETF 我特别 我自己投资的 0056我当配奖 但是我比较有弹期 投资的是 007 我有炒起来 00713 那个什么 元大高息低波 高息低波 还有国泰股力 精选30 00701 国泰只精选30 哦 因为我觉得 高息低波那一档 我以前的时候有一阵子 我觉得他的成交量太低 但他最近很热络了 还可以啦 以前比较低 但最近很高 所以你会觉得他比较厉害喔 不是比较厉害 而是怎么讲 就像你讲的说 我也会看里面的成分股 那高息低波的成分股 跟我目前所存的股票 可以比较互补 里面我比较没有在投资的 比如说华硕啦 电信股啦 我比较 我比较没有投资嘛 就是说 譬如说 台硕啊 我也比较 我没有嘛 我知道 就因为 因为你比如说你存股 那你是存个股比较多 那maybe你存了 比较多传承类的 的个股 当你的存股名单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用一个ETF 高股式ETF来做辅助 但是你会去看一下 里面的成分股票 可以补一下你的股票 对对 互补一下 互补一下 这个跟你不错耶 对对对对 有人问你们两个债券啊 那个 哪一个 Z券 债券部位 对啊 那富士哥你的债券 你是用ETF买吗 我用ETF买 就是那个什么 元大的 那个什么20年期 我是买元大 买三档 元大美债20年 对就是那个美债20年 还有元大AAA-A 公司债 还有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我没有去研究 他们的那个公司债的 我们回节目中谣 成交量高吗 成交量 哦呀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罢 EVA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财经一路 发的节目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叶子娟 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主题是 0056调整成分股 那存股足可以更安心吗 不过现在刚 富士哥非常的单刀直路了 告诉大家 他认为说 0056现在成分股 从30档变成了50档之后 他直接把明年的股息打八折 认为说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自己啦 我自己猜的啦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进广告的时候 我们有在聊说 这存个股 跟存这个高息的ETF之间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搭配 刚刚富士哥分享了一个点 我觉得蛮好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跟听众朋友再说明一次 对像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追求这个高股息的存股 我是以个股为主 然后ETF为辅 但是我特别会挑那种 我比较没有投资的成分股的ETF 比如说我刚才提过 我的0056可能是比较二次收息的一种 短期性的一种操作 但是像我比较长期投资的 像元大高息低波00713 他主要第一大持股是华硕 过来是台塑 蓝牙 台湾 大哥大 刚好这些我比较没有投资 然后我觉得这些也还可以 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波动性很低 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有投资元大高息低波 而且元大高息低波 他从现在已经改成季配了 美季配息 我觉得这个资金调度上 也蛮方便的 或者是说有国泰鼓励精选30 0070 这是我有在投资的 我会投资那种 可以跟我的做我目前的个股 做互补的 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好 因为说真的 我们一般人 我存个股的情况下 我也不可能存太多支 大概就是个股就是那么几支 所以富俊哥刚刚就在讲 假设他存个股的存股名单 通通都是假设比较多的穿产好了 那他就会去挑高股息 但是去认真看一下 他里面的成分股 不要跟自己的个股重复到 或是自己的个股 没有的那些类股 比如说电子股相关的 他的比重比较高的话 就去选那个ETF 这种相辅相成 这个操作方式还不错 跟听众朋友分享 那再来我也很想要来 跟您请教是 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 要来存个股好了 传统上我们大家就想 去调出来 就配息了几年 然后有没有都有填息 然后是不是都有高股息 然后把这个数字调出来 然后去选 我可以存股的标的 这是一种方法 也有一种方法认为说 我就直接从 这些高股息的成分股名单当中 我不要 我不想做那么多工 我就从这名单当中 去找个股来存好了 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 毕竟存个股 其实有一点点挑战性 对对对 我觉得 从高股息 现在我们那个高股息 ETF大概有11档 非常多 11、2档 台股型的 11、2档很多 那你从他们的成分股 来挑你喜欢的 这是一个show cut 这是一个很棒的捷径 因为毕竟他们 虽然他是用电脑选的 两个电脑也减脱头 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你知道吗 但是我对电脑 也没有完全的百分之百信任 只是说我假如投资的个股 譬如说元大高息低波 是0056 有选到会增强我的信心 那像有些像0056这是新增 但是他们选到的 我也未必会动心 怎么讲 像这次0056新增了一档 叫做可乘 我就很有意见 我觉得就是这电脑 不如人脑的地方 为什么 像我们投资高股息的标的 我觉得最好是要 第一个要本业为主 因为本业的获利 比较可长可久 因为我是本业赚的 那你有时候 你假如靠业外赚的 那有时候这个 搞不好是一次性的 只好一年或两年 以后就没有了 那以后没有 搞不好股价会大跌 那可乘就是一个这个问题 可乘今年好像前三季赚了100多亿 你们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因为他的外汇 汇兑收益 因为他把他主要的生产事业 已经处分掉了 处分掉 他有一大堆的现金 好像超过1000亿 新台币 他又很好运的 刚好把这笔钱 卖掉他厂的钱 又换成在两年前 又换成美金 美金 大家过去两年来 对新台币升值很多 所以他光今年的汇兑收益 我看应该超过90亿吧 8 90亿 今年前上期可能赚了100多亿 三分之二都是汇兑收益 但是大家想想看 美元会一直升吗 不会啊 明年就不升息了 那第四季已经开始由升转扁了 搞不好明年又会 谁料得准 会对这种事情 没有一定的 但是你说 鸿海 他今年 比如说EP或是台积电 今年以我比较熟的台积电好了 EPS预估38 明年景气不好 搞不好打个九折吧 变成 比如说变成36 那后年 我想应该有40吧 大家这样 心里有个底你知道吗 因为他本 我们知道他 他本业很赚钱啊 所以你在估的时候 你会比较踏实啊 但是那种业外的 你说又靠汇兑收益的 搞不好明年就会变汇兑损失 谁料得准 像这种 电脑只看到说 哇 可能明年配出的股息 一定会很澎湃 所以把他列进去了 因为基本上这种电脑劲 他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没有人为因素在里面 但你某种说 你说他客观呢 他就是按照他当时写出来 他的选股 他按照这样的方式 是挑出来这个股票 所以但是背后就会有 您刚刚所说的 他的高息的来源是什么 搞不好是一个一次性的 所以就有这个问题在里头 但你刚刚有说 你是比较建议存个股为主 然后搭配这种高股息的ETF为辅 我其实会有一个操作一点点层面的问题想要请教 就是我们在存这种股的时候啊 我身边常会有朋友在来问我说 假设他现在的存股名单里头就只有三个标的 可是章数都没有很多 然后他就跑来问我说 那我再选A好不好 再存B好不好 再存C好不好 对我来说 我就会觉得你好分散哦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 我就是集中火力 还是你还是 以个股来说 你还是会分散 但是彼此的章数不多没关系 操作上来说 一个股 像我们这种 一个股为主的存股族 追逐高股力的 当然会相对集中很多 你看056他这样已经扩大成50档了 那像我自己 我重点持股啦 譬如说我大概也 虽然也持有了大概将近20档 但是说实在的 核心持股那10档啊 大概占投资资金的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相对集中很多啊 那为什么会相对集中很多 就是我们万喜安人老选的 然后又比较可能有一点经验 知道说我们选这个可能在 就是他的竞争力啦 他在未来的发展性啊 前景性啊 我们考虑的不只是未来一年 是考虑未来三年五年 像我会把台积电 像0056绝对不会选台积电嘛 选不进去嘛 但是我会把台积电 我在台积电跌到四百块的时候 把我自己开始投资啊 你要干嘛透露一下你的那个存股名单 借大家瞄一下嘛 可以啊 但是我说这个就是那个 我会选台积电 但是0056不会选台积电嘛 是 你知道吗 但是大家五年后见真章嘛 看是0056对还是我对啊 对 可是那比如说像现在开始 一直到提说明年的第一季 近期也可以看到股市有相对的回档了 你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来找一个田田的价格 来再多存一点标定吗 接下来你的想法 我平常我刚才就讲了 我会做传产电子金融债券ETF的分散 是 那像那个最近啊 股市有稍微震荡一下 涨了2000多点之后 开始做休息 那我就发现有些休息过头了 可能跌过头 我就开始把那个部分的债券ETF 我把债券ETF当成类现金在看待 就来来加码一些那个跌了比较深的 拉回比较深的 我认为是基优的股票啊 对 所以各位天通 不要忘了 你想要领股息的同时 除了刚刚讲一些高配息的相关个股之外 在台股里头ETF当中 其实有一个族群 就是那种固定收益的族群 就是刚刚所讲这些债券型的ETF 其实也是大家可以来投资的标的哦 今天再次谢谢傅旭哥 也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很恐慌